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技术 叫做Channel Sol 它的缩写是COT 它是另外一种 Quemping的方式 就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要下指令给机器的时候 有两种下方 一种是给机器问题的描述 任务的描述 一种是给机器一些范例 Channel Sol是另外一种 更详细的给机器Quemping的方法 那它讲起来概念也非常的简单 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这个文献上发现说 如果是一些需要推理的问题 比如说数学的问题 直接用In Context Learning 给机器一些范例 它往往做的不是太好 所以你给机器一个应用题 告诉他说这题的答案是11 给他另外一个应用题 期待他可以自动给你答案 但是往往没办法答对 那Channel Sol的概念是什么呢 Channel Sol的概念就是 在给机器范例的时候 顺便给他一些推论的过程 所以给他问题 给他推论过程 但这推论过程是人写的啦 给他问题 给他推论过程 给他答案 期待他看到新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自己写出推论过程 再写出答案 那期待他因为写了这些推论过程 所以比较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Channel Sol这招有没有用呢 在文献上看起来还真的蛮有用的 这是从Channel Sol原始的论文 解出来的一个实验结果 那他们是做在一些数学的应用题上 那你会看到说在过去的结果啊 一个是Find2一个GPT3 就直接Find2GPT3去解数学的问题 它可以得到33%的正确率 然后过去最好的结果呢 可以做到55%的正确率 那用PALM 它也是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就像GPT3一样 但把GPT3更大 GPT3的三倍 如果你只是用一般的Promping 这边所谓的一般的Promping 指的就是In Context Learning 只给他这个题目的应用题 只给他应用题跟应用题的答案 然后不给他详解就期待他可以答对 门都没有只得到18%的正确率 但是用Channel Sol 你今天给他问题答案的时候 还顺便告诉他推论的过程 告诉他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 这个语言模型的能力突然就起飞了 得到57%的正确率 就是这么神奇 只是多让他看了详解以后 突然之间机器好像有了一点 推论的能力 那Channel Sol呢 还有不同的变形 我们刚才讲的Channel Sol呢 是在In Context Learning下做的Channel Sol 也就是说你提供给机器一些范例 提供给机器一些范例 你要提供给它解题的过程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解题的过程 这个解题的过程是人写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解题的过程 怎么办 有人想了一个神奇的做法 这个神奇的做法是 机器回答问题之前 这个做法说穿了不值钱 机器在回答问题之前 直接多加一句话 告诉他说 Let's think step by step 他能力就起飞了 他突然之间就会做推论了 这种Channel Sol的方法叫做 Zero shotChannel Sol 连例子都不给他 直接叫他 Think step by step 他就开始推论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 这种做法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在继续看结果之前 再讲另外一个Channel Sol 常常搭配的招式 这个招式叫做 Sale Consistency 就是你知道 现在这种Channel GVT 这种模型 它每次回答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有随机性的 所以叫机器在做Channel Sol的时候 除了直接叫它 Think step by step 你要让它产生好多次结果 每一次结果 它的推论过程可能都不一样 它的答案也都不一样 但是很直觉的 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不同的推论过程 都得到同样的答案 这个答案的可信度 其实就会高很多 这个Sale Consistency 的概念就是这么简单 让你的语言模型 产生好几次不同的结果 有不同的推论 不同的答案 然后再做majority form 看看哪一种答案出现最多次 它就是正确答案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 还有是另外一个小小的技巧 是说我们不只是看答案 我们不只是投票 我们每一个答案 还去算一下 这个Language Model的信心分数 就Language Model可以帮它的答案 算一个产生这个答案的几率 你可以把这个几率 想成是一个信心分数 它可以说我们把不同的答案 根据这个信心分数 来给它一个权重 信心分数比较高的 这个答案就比较可靠 论文里面发现说 这招没什么帮助 直接做majority form 就好了 就很神奇 直接产生多个答案在投票 结果就会有帮助了 那这边讲到这边 我其实有一个疑惑就是 那这一招是不是要搭配Channel of Sol 才特别有效呢 这边有一个解释啊 是我直接拿Channel of Sol 实测的结果 其实Channel of Sol 这招对Channel of Sol 我觉得没什么帮助 为什么 因为其实Channel of Sol 你不给它 不叫它列详细的运算过程 它自动就会列详细的运算过程 所以你要不让它列详细的运算过程 你得抑制它 喜欢列数学式的能力 所以我这边呢 问它一个基础同龙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这个Channel of Sol Channel of Sol 真的很强 所以你问它一般的基础同龙的问题 是没办法考导它的 我相信它已经训练过 很多基础同龙的问题 一般只有基只有兔是不够的 所以要给它多种动物 所以这边题目是 有基压兔共30只 总共72条腿 基的数量是压的两倍 问基有几只 你要三只动物才能让它觉得很困惑 好 那这边是先告诉大家答案啦 答案是这样 这个基16只 然后压8只兔6只 你可以自己运算看看 这个答案对不对 然后告诉Channel of Sol 直接给答案 不列计算过程 因为你不这样讲 它就要列计算过程 你告诉它不准列计算过程 不能用Channel of Sol 答案就是18只 18只 没有答对 那你知道说 Chair GBT它是有随机性的 那我就直接让它 跑5次 跑5次的结果 都是18只 它生不出 另外的不同的答案出来 但是如果现在让它自己做一下推论 我这边告诉它 请想列计算过程 再给答案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想列计算过程 G的数量为X 压的数量为Y 2的数量为Z 有提议可得以下三个方程式 很厉害 然后我检查一下 发现它通常列的式子都是对的 它错的话错在哪一步呢 就错在它开始解方程式 它解着解着 就会解出莫名其妙的答案 然后结果就会错掉这样 好 那我就试了5次 发现5次的答案都不一样 有18 有8 有12 有7 有2 就是没有一次是对的这样 但是5次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发现 如果你有叫机器生详解 有做Chair of Sol 这个时候答案的 Diverse比较大 你不叫做Chair of Sol 你其实每次答案都差不多 所以就没有什么 Same Consistency可言 但是如果做Chair of Sol 每次答案会比较有差异 那这个时候做Same Consistency 可能才会比较有帮助 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是先有了Chair of Sol 那Same Consistency 才作为一个Chair of Sol 搭配的方法被提出来 好 那其实还有其他跟Chair of Sol 有关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是这样 这个做法叫Least to Most 方便 那它的概念是说 有一些数学问题太难了 怎么办 我们要把这些困难的数学问题 进行拆解 把它变成比较简单的数学问题 比如这边的数学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字很小 我帮大家念一下 有一个小女孩叫做Amy 那Amy在玩一个乐园的那种滑水道 然后她爬到那个滑水道的顶端 要四分钟 滑下来要一分钟 然后离游乐园关门还有十五分钟 在关门前 她可以玩几次的滑水道 那这边的想法是说 直接让机器去解这个数学问题太难了 我们要告诉机器说怎么拆解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告诉机器 你就要Language Model 自己先把这个问题拆解 Language Model自己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到游乐园关门之前 可以玩几次滑水道的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要先解说 玩一次滑水道 总共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你再把这个问题 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跟原来的问题接在一起 再丢给Language Model 让它继续去做文字接龙 然后它就可以算出说 玩一次要五分钟 好 接下来 把比较简单的问题的答案 跟比较简单的问题 都一起丢给Language Model 然后再给它我们最后的问题 然后期待它就可以因此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这整个Hawasys都非常的直觉 那这边难的点就是 这一步要怎么做呢 你给机器一个数学的问题 它怎么知道要自动把这个数学的问题 难的问题做简化呢 所以其实你还是得做In Context Learning 所以在论文里面 他们是有给机器一些范例的 告诉他说 看到这么难的一个数学问题 你要先把它做这样子的简化 看到这样的数学问题 你要做这样的简化 然后看到这个问题 那你会做怎么样的简化 还是要做In Context Learning 机器才能够学会做简化这件事情 好 接下来就是要讲 怎么让机器自动生成Pump 我知道说现在网路上 一大堆Pump工程师 一大堆催眠大师 想要去催眠Chain GPT 那也会有人说 催眠日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们需要人类来想怎么做Pump 但是其实也有可能用机器 来自动找Pump 就让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连催眠工程师都没有办法当 用机器来找Pump 好 那怎么用机器来找Pump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讲的Pump 其实是Hard Pump 什么叫Hard Pump 就是说我们输入给机器的东西是文字 它是Discrete 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给机器SoftPump 就是你给机器的额外的输入 你给机器的指令 并不是用人类看得懂的语言来描述的 而是一堆连续的项量 而是一堆项量 而这些项量是可以Trend的 你可以把这些项量产生成 就是模型参数的一部分 它们可以跟着Label Data进行调整 那讲到这个SoftPump 有人就会说 那听起来很像是把Adapter放在Input 那其实也可以这样看 其实确实可以把SoftPump 想成就是把Adapter放在Input 所以SoftPump这个想法 其实跟让机器变成专材是比较像的 你可以想成SoftPump 就是Adapter的其中一种特例 好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来让机器自动找Pump呢 你可以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来硬找Pump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大型的Language Model 给一个Input 给一个Response 你直接用另外一个Language Model 生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就当作是 比如说GPT3的Pump 那期待这个句子可以影响GPT3 让它Output的结果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Generator 它怎么知道要怎么产生合适的Pump呢 你就要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你要有一个方法去Evaluate说 现在大型Language Model的Output 是不是我们要的 如果是就得到高的Reward 如果不是就得到低的Reward 把Reward丢给这个Generator 让Generator进行学习 期待它产生出来的Pump 可以影响GPT3 让它变出来的结果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确实可以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来硬学一个Generator 产生一个Pump 来达成你们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这边引用的是一个我们实验室的Paper 是在去年6月放到Archive上的 这边还要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感觉有点麻烦 接下来还有更狂的方法 连Reinforcement Learning都不用做 直接用大型Language Model 让它自己把自己的Pump想出来 怎么做呢 这边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 你先给它下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这样 我给我的朋友一些instruction 我给他五个输入 我的朋友读了这些instruction 以后他写出了如下的输出 这是输入跟输出的例子 请告诉我现在这个instruction应该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丢给GPT3或ChairGPT 叫它硬是把那个instruction想出来 就不用人想了 让机器自己把Pump想出来 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这样 你的input跟output可能就是 input今天天气真好是正面 今天运气真差是负面 你给机器一些这样的范例 问它说如果要产生这样子的结果 那要下怎么样的指令呢 期待它直接说出 请决定这句话是正面还是负面 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呢 这是去年11月放到archive上面的文章 它的完整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给机器的下一些指令 叫它硬是把instruction 硬是把指令想出来 让机器自己去把指令想出来 把这些指令想出来以后 就把这些指令一个一个去试 看看哪一个指令效果最好 你就有一个好的指令了 不过为了怕机器找出来的指令不够好 所以它还做了下一步 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指令 再去丢给language model 跟它说现在给你一个指令 请帮我伸出这个指令的变形 然后得到更多不同的指令以后 再去你要的任务上面做评量 直到你选出一个最好的指令 那论文里面有说 其实后面这半段是不太需要的 后面这半段没什么帮助 即使基本上做第一步 就可以找出很强的指令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刚才的那个数学问题吧 刚才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叙述是说 但你跟机器讲 Let's think step by step 它突然就能力就爆充 本来没有做chain of salt 它的正确率是17.7 跟它说Let's think step by step 正确率变78 然后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指令 那用刚才那个方法 可以找出另外一个更强的指令 这更强的指令是 Let's work this out in a step by step way To be sure we have the right answer 正确率就从78 暴涨到82这样子 用机器自己来想 机器自己催眠自己 人类也不用想催眠的指令了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对机器的两个期待 那OpenAI期待 机器可以成为一个通才 所以就有了ChairGPT这样子的软体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有关怎么使用Pretrain Language Model的技术 你其实可以参考 我跟江丞翰同学 还有庄永松同学给的一个tutorial 那这个tutorial的录影是公开的 然后把链接放在这边 就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